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Cat 習近平當局正在加緊清洗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的政治團伙成員 分析認為下一個被拋出的可能是 曾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和610辦公室主任的劉甘國 以及現任公安部長趙克志 中共央視近期播出的反富片《寧容忍》第一集中 除了出現孫力軍、黃立科、龔道安、鄧恢林和劉申雲 還點名去年10月落馬的前公安部上務副部長傅政華 所謂孫力軍政治團伙的副省部級以上的成員 加上孫力軍本人至今被點名的已經有6人 《大紀元》1月份報導 曾任職中共公安部的現任中紀委副書記劉甘國 異常多次缺席重要會議 包括去年11月11日結束的六中全會、11月12日中紀委常委會議 以及今年1月20日結束的中紀委十九屆六次全會 2月14日自由亞洲電台《夜話中南海》的專欄文章說 據《大紀元》等媒體提供的線索 進行了認真的核實 特地在85吋的大螢幕上指示觀看了中共央視新聞 確認一個月前這次中紀委全會劉甘國是唯一沒有到回的副書記 而習近平在這次中紀委全會上重新反腐要堅持找住關鍵小數 決席這次會議的劉甘國是不是就是這些關鍵小數之一呢 文章分析劉甘國的公開歷歷資料顯示 劉甘國從未入過大學校園 只有在職的銜售黨校大學學歷 21歲就已經是他家鄉的人民公社黨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書記 1992年5月由河北省秦皇島市委秘書長轉任該市公安局局長後 從警經歷長達23年一直持續到2015年3月 專任中紀委副書記 在河北老家從警後 劉甘國在該省擔任的最高職務是河北省委常委 政法委書記 從2012年開始已經是副省部級 2005年3月劉甘國從河北省政法委調任公安部副部長 當時的公安部長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及國務委員周永康 周永康晉升為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後 劉甘國於2009年被委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兼公安部紀委書記及公安部督察長 文章提到中共治下的很多省級公安廳局的督察長都是由同一廳局的一把手親自兼任 劉甘國在周永康主管政法委孟建柱任公安部部長時擔任公安部副部長紀委書記 由新兼督察長、實際權位僅次於同期的常務副部長楊煥寧 文章還提到在維基百科《劉甘國》的介紹裡有一句話 沒有政治背景和靠山的劉甘國在公安部受到周永康的排擠 令人高度懷疑這句是被劉甘國本人受以堅緝的 劉甘國於2014年1月獲任中共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政部級 其中一項兼職就是中央610辦公室主任 被名確為政部長級後10個月 劉甘國兼任中紀委副書記5個月後才離開公安系統 而接替其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及610辦公室主任職務的就是現在已經落馬的副政華 中南海專欄文章說 孫力軍在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長後才被孟建柱從上海市政府點名調入公安部的 孫力軍進入公安部的時間要比劉甘國還要遲了近3年 而孫力軍升任公安副部長時 劉甘國早就已經離開公安部好幾年了 但有一個重要事實必須注意的是 孫力軍還在公安部的政司局級辦部時 被安排出任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期間 他的頂頭上司就是實際主持這個臭名超注610辦公室日常工作的劉甘國 文章還提到從孫力軍進入中共公安部的第二年起 該部門的幾位書記就是劉甘國 此後的六年多時間中 孫力軍一直犯下無數的經濟罪、政治罪 都是在劉甘國這個中共公安部紀委書記兼督察長的眼皮底下進行的 據此 文章認為在孫力軍政治團伙的形成過程中 孟建柱、郭聲坤甚至趙克志都要承擔責任甚至會因此而備自罪 而孫力軍在公安部犯罪期間的前七年中 任中共公安部紀委書記和督察長的劉甘國 至少都應該對孫力軍按負失策之責 連失職罪都不被追究的話 很難令內部人士心腹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 為健行的讚稿人黃有群認為 劉甘國可能涉及孫力軍政治團伙 跟孫力軍一樣都是孟建柱的政治打手 黃有群表示 疏理中共官場脈絡不難發現 從江澤民、曾慶紅到孟建柱 再度孫力軍團伙這個政治脈絡 該團體的特點有兩個 第一是嚴重貪腐 第二是迫害宗教團體 其中劉甘國就是靠迫害宗教團體不斷獲得提拔重用 在政法系被清洗中 多個610高官落馬的當下 劉甘國如果出事並不讓人驚訝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罪行決不僅是貪腐 更重要的是危害政治安全 夜華中南海文章認為 以國務委員身份兼任公安部長的趙克志 事實上在2020年起就被習近平的親信王小洪嫁空 2021年11月 王小洪從中共公安部常務副部長黨委副書記 提升為公安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長黨委書記 今年初王小洪高調成立一個所謂 公安部縮稱孫力軍政治團火流毒影響專項工作領導小組 並且親任組長 文章認為這個標誌著從此在全國公安系統內整肅孫力軍的政治團火的工作 王小洪是完全撇開以國務委員身份兼任公安部長的趙克志 但是研究王小洪官方簡歷發現趙克志事實上一步步被王小洪取代的是從2020年4月就開始的 在2019年11月的時候 王小洪還只是中共公安部黨委副書記常務副部長 當時還兼任特勤局黨委書記、局長及北京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 但是到了2020年4月其中的常務副部長改為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 一直到2021年11月任公安部黨委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 督察長、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公安部特勤局黨委書記、局長 文章點出區別就是在於公務常務副部長及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之間 因為在中共政權的組織架構中 很多政黨機構的副職領導人都有所謂常務一說 而說明這個副手在所有副手中排名第一 在政職不在家時主持工作 但是如果說是常務副職是正常設置的話 將這個常務副職改為分管日常工作的副職 通常都是因為這個政職已經不再主持日常工作掛名而已 分管日常工作其實就是主持日常工作 因而文章認為自去年11月起整個中共公安部的內部 無論黨委還是行政 黃小紅都已經事實上是一把手 而黃小紅手後將正式被宣佈接替趙克志部長職務 屆時的趙克志將只是剩下國務委員一個虛職 這個專欄作者表示孫力軍畢竟是在趙克志的 公安部長任來獲升為副部長的 到明年3月的全國人大 趙克志能否得以過關 就必須得到黃小紅領導的專項小組 證明他與孫力軍政治團伙確實沒有瓜葛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順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